大家好,我是老赵 这一节呢,接着给大家分享第05节的内容 在上节呢,给大家分享了 伊丙交尔曲曲 它是呢,用的是火菊一龙 这一节呢,具体给大家分享的是 新人菊儿会成,水菊 那么水菊呢,它用的是新龙 关于龙的生亡史诀呢,其实有两方面的 第一方面呢,是行软上的 第二方面呢,是理气上的 不管是行软上的和理气上的,都是一样重要的 这个呢,它是着重讲的 是一个理气上的,我们看 凡看地,只到头皆学处 用罗经外看,看水口 就是呢,我们不管是你到新地 或者是到旧营 接学的地方呢,我们放罗盘 先看呢,水口在什么位置 叫入山看水口,灯穴看平堂 说呢呢,是用外盘 在罗经上呢,有内盘呢,是定下格隆 中盘呢,用于消杀,外盘呢,用于纳水 所以呢,要用外盘看水口 就是这个水口呢,要看在哪个字上 来罢的定证哪一局 若在一城,迅士,兵武,这六个智商交汇 借为新人军尘,是水局用新龙 我们看啊,也就是说呢,他在一城 迅士兵武,这六山 只要是这水呢,是在这六山桌水的 我们就可以说,当时水局 在之间的各种中呢,也反复的给大家分享过 这就是说水局 那水局呢,就是用的一龙 一饼交流去区嘛,就是用的一龙 我们再往下面看 用罗经内盘割龙 新金,这个新金呢,掌生寨,任职,你行 旺在昆森,目在一城 新云俱乐慧城呢,他是新呢,掌生寨,任职 掌生寨,在任职以后呢,他是用的倪行的方法 掌生,目与关在灵关帝旺 所以呢,在任职上面呢,他为这个掌生龙 在任职方上为掌生龙 那当然呢,在昆森方面呢 就为灵关龙,帝旺龙 他这个耕忧,那为灵关龙 就昆森呢,为帝旺龙 掌生,目与关帝旺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你站在学前,放罗盘 放罗盘呢,如果罗盘 水口是在这六山上的 那就是一龙 一龙呢,他就掌生在任职 那也就说呢,龙是从任职方来的 那么他就是掌生龙 那千万方来的呢,就是沐浴龙 信息方来的呢,就是关带龙 耕忧方来的就是灵关龙,帝旺龙 那这个龙的,声望呢,那他就是这么来扯量的 我们再往下面看 如果呢,他是从心虚方来龙 心虚入手的,那他就是关带龙 从耕忧方入手的呢,那就是灵关龙 从昆森方入手的,那就是帝旺龙 他是以双三通工为论的 继而为礼器得,声望 那如果呢,再配上龙的形象 又声望苏气清真,必然大发 这一句话的意思呢,就是啊 来龙,在礼器上,是声望龙 关带龙,灵关龙,以及帝望龙 这四种的,那当然呢 在礼器上都是比较急的 再加上呢,他的行轮 包括是起伏,落脉,过辖,过辖 都过得非常好 这就是行轮上的,是个声望龙 所以说呢,这样的龙,是必然会大发的 若从兵武二致入手 兵武二致入手呢,那就叫兵龙 除逊四二致入手呢,指死龙 从迦毛二致入手呢,指绝龙 我们看啊,他还是 新人俱乐会成,那心情掌生在任职 掌生木与关带,灵关帝望 衰,那在这个地方入手,就是衰龙 兵龙,逊四,那他就是死龙 到一致呢,是木龙 加毛呢,是绝龙 这个,更于呢,是胎一样 所以呢,这个,在这六三 如果是他的入手龙,是从这六三入手的 那他就犯了死绝的地,犯了死绝龙 这里面讲的呢,集的呢,最集的有四种 生龙,灵关,帝望,还有关带 凶的呢,他是病,死,绝 这三种是最凶的 其他呢,有伴击伴凶的,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他再加上,如果是行官级,再加上李器级 那么这个呢,一定会在龙上打网 如果行官有凶,加李器有凶呢 当然了,这个一定是一个败绝的地 所以呢,这个呢,同样啊,他也是以双三同工来论的 我们的志,以工来论的 如果他犯了李器呢,犯了这个死绝的 这个行相呢,又同样也犯了这个凶龙 那这样的呢,一定不会发达 就是如果是李器长是死绝龙 这个行官上,那么是生亡龙 这样呢,也是配合不及的 其实最好的呢,就是行上生亡 李器长也生亡,那样的才是最好的 就是说到这里呢,还要给大家说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如何去各龙 其实呢,就是很简单的 我们不过你到新地或到旧地 那你新地呢,就是你要在典里学的地方 放罗牌,看看水口在哪个字上 在哪个字上呢,哪一工呢 然后呢,你就可以把他判断出 这个水口在什么地方 就以水口来论局,以水口定长生 那这一家讲的呢,是新人居二汇城 那就在伊城到迅寺以及兵武这六三呢 那就是水局,那水局呢,新人就是这种新荣 新荣呢,长生在任职,那就是 就这么一个情况,来泥查的 其他的格局呢,也同样是这样的 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各龙的 我们从这上面呢,可以看出呢 就是这个方法呢,它是以学前各龙的 当然,各龙的方法呢,还有在过辖处各龙的 这个呢,关于各辖处各龙的 其实呢,就是不同太别的 各龙方法呢,也是不一样的 这些的,新人居二汇城的水局 就给朋友们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